大家好 我是小屁 這個禮拜 NCSoft除了公佈第12新職業雷神以外 他也有新增了變身娃娃覺醒的新卡池 以及魔法娃娃探險憑證的新卡池 這部影片就是來介紹一下全新卡池以及收藏 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變身的部分 可以看到從左上角開始 你只要覺醒兔子少女 然後再搭配曼波兔藍變跟白變曼波兔 可以拿到HP加30 然後覺醒古代巨人守護者 跟古代巨人墓穴藍變這三隻 則是可以開啟PVE減傷加1 覺醒死神跟覺醒反王 可能可以拿到遠距離命中加1 接下來就是我個人覺得CP值不錯的 覺醒潘再加上白色幼犬物防再-2 然後覺醒爆人跟雪之蜥蜴人經驗值加1% 最後是查曼卡跟覺醒古代契兒 魔防可以加2 覺醒雪蜥蜴人再搭配古代契兒 還有雪人的話遠距離迴避率加1 然後覺醒的覺醒炎魔 再加上這個黃金騎士跟白金騎士還有炎魔 可以開啟PVP禁傷加1 那焚焰死騎覺醒騎馬仔 還有覺醒烈焰死騎 跟覺醒A覺醒炎魔 可以開啟充運命中加3% 然後大小8再加上覺醒查曼卡可以拿到PVP減傷加1 賽尼斯返王覺醒的覺醒反王可能近距離命中加1 然後月之斯蒂安跟覺醒的赫發斯特斯可以拿到PVP遠傷加1 接下來是帕拉丁再加上覺醒貝里斯可以拿到近傷加1 然後格林再加上覺醒的國王可以開啟無視近距離減傷加1 那看完了變身接下來看娃娃的部分 鑽高然後雪怪跟這個白色的火種 然後再加上覺醒大角可以拿到近距離命中加1 然後阿魯巴阿魯巴蘭再加上覺醒阿魯巴紅可以拿到攻速加2% 覺醒福士德加賽尼斯魔法命中加1 然後覺醒黑豹加幻象眼魔可以拿到近距離暴擊加1% 接下來是覺醒伊斯蒂加斯科巴女王跟覺醒暗黑騎士利爾利可以拿到PVP減傷加1 呱呱加速金加覺醒傑尼斯女王可以拿回魔加1 利卡溫、史巴托、巫妖再加上覺醒殭屍王可以拿到PVP減傷加1 愛麗絲加巫妖加騎士犯德然後覺醒的烏格奴斯則是近遠傷可以拿到加1% 那黃金騎士暗騎覺醒甘特覺醒克特可以拿到減傷加1 覺醒女王覺醒疾風跟大腳可以拿到無視遠程減傷加1 最後就是巴朗卡加覺醒鬥弱可以拿到恐懼抗性加1 覺醒帕拉丁加克特可以拿到PP減傷加1 最後是雙王覺醒女王加歐級王可以拿到抗暈加2% 這個是新的覺醒變身娃娃卡池 最後來看一下這個魔法娃娃探索憑證的新卡池 3個白色的可以開啟近遠魔命加1 3個綠色可以開啟近遠魔傷加1 3個藍色可以開啟近遠魔暴擊加3% 3個紅色可以開啟減傷加1HP加50 3個紫色可以開啟減傷加2HP加100 3個金色可以開啟減傷加3HP加200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新覺醒變身娃娃卡池 以及魔法娃娃探索憑證新卡池啦 如果你還有任何新的消息問你情報 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以上資訊都是由小屁藝人所翻譯 如果有翻譯錯誤的話 也歡迎在留言處告知我喔 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小屁Light社群也歡迎掃描加入喔 我小屁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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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콘小屁